选对合适自己的人很重要 不要因为你现在所爱的男人有钱有地位 你就选择和他过一辈子 你要记住,男人有钱就变坏 所以小编在这里希望 在新的一年里,每个女人都是幸福的 以下是我总结的四种男人 嫁给他准美好果子吃 一起来看看吧 一,邋遢的男人 一开始和你相处的过程中总是表现得很优秀 一旦和你修成正果走向婚姻殿堂的那一步 也许婚前的一切都有所改变 婚前你会觉得这个你所爱的男人一直都很优秀 做每件事情都会把他用心做到完美 然而在你们婚后里都会改变 他没有原先你认识的那么勤奋,那么努力 整天会把你当作他的保姆 什么事情都使唤你去做 一点不顾及到你这个妻子的感受 二,整天吃喝嫖赌的男人 在你认识他之前 你会觉得他很帅气,很有上进心 但你们结过婚后你会发现 他没有了当初的上进心 整天只知道和一些狐朋狗友一起出去喝酒 经常去一些赌博,灯红酒绿的地方 一玩就失到很晚 根本不管你的实活 搞得自己还是单身一样 自己吃饱,全家不饿 他是这么认为的 三,自以为是的男人 自以为是的男人很可悲 因为他们做事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根本不会去和你商量 总是制作主张 他总是在你面前摆出一副药物扬威的样子 觉得自己很牛逼,很厉害 总是喜欢在你面前吹牛 一点都不会在乎你的感受 就算他做错事的事情 等你发现后和他说 他也会有很多理由来解释 就算错在他眼里也永远都是对的 四,不讲理自私的人 如果嫁给了一个自私且没有担当的男人 那么所有的事情你都必须自己独自的去面对 他总是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让你去面对去应付 他却永远躲在你的身后 然而他当初的形象在这一刻 顿时间也就烟消离散了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选择男人一定要慎重 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婚姻 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 而毁了自己的意思